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看得到弹孔 而在逃逸后 在例行路被拦了下来 双方激烈交火 而赶道场支援的蔡信远景 虽然是被嫌犯击中了 左肩膀受伤倒地 但是他还是开了12枪来反击 警方出动12车36人包夹 顺利将嫌犯逮捕 银色进口轿车一连被开了好几枪 警匪在大马路上驳火 大批警力出动团团包围 才终于将人压制在地 从男子口袋中搜出好几颗子弹 场面一片混乱 远警忙着抓人 一边关心还有没有其他同仁受伤 因为阳性嫌犯竟大胆朝派出所开枪 警服派出所玻璃留下弹孔 而整个大门也被拆了下来 夸张的是里面就正对值班台 有不少远警 万一伤到人后果不堪设想 被枪擊后大片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多阳性枪手先到桃园警服派出所 狂开八枪逃逸 桃园分局线上警力几乎全部出动 启动拦截围捕 在朴子派出所前爆发枪战 一名前来支援的蔡信远警连开十二枪反击 但不幸中弹左肩腹部受伤 过程中歹徒连轰四十枪 警方共开五十九枪 最后在永安路将人逮捕 被枪擊肩膀受伤 倒地以后 他还是联系对歹徒开了十二枪 造成歹徒轮胎都破了 所以歹徒逃窜到永安路的时候 被我们线上的警网 用前后包夹的方式 把他包夹住 在派出所开完枪后 就一路逃了三点八公里 一路上带着三把枪到处走 随时准备跟警方驳火 这次工人朝派出所开枪 还造成远警受伤 行径实在太嚣张 犯动机来龙去脉 都得好好招待清楚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